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宿 我们都知道,在雨天中,杨顶天失踪后 杨潇就一人独霸光明顶,他要做教主 不管其他人服不服,反正从武力上没人能赢他 所以说当时的名教都在杨潇的掌控之下 就是因为杨潇的一人独大,又不听别人意见 导致名教陷入了危机 不过杨潇依旧对当教主很执着 或许是因为当初杨顶天传授给他只有教主才能学的乾坤大摩仪 或许是为了守护名教 因为杨潇对名教还是很忠诚的 可是当光明顶事件后,杨潇的态度却让人很纳闷 因为他提议让张无忌当教主完全没有再去争 这让人大吃一惊 那么杨潇为何甘心让张无忌当教主呢 其实原因有三个,很简单 第一个原因是张无忌救了自己 首先在名教大殿里 杨潇就被张无忌亲手救了一命 当时名教在场的高手都因为成坤的偷袭而身受重伤 只能任成坤宰割 而杨潇也在这个行列当中 按照成坤当时的心思 他们是必死无疑 但是张无忌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死局 所有人都逃过一劫 包括杨潇 对于救命之恩 杨潇又怎么会轻易忘记 因此让张无忌当教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会反对 第二个原因是张无忌救了名教 在光明顶上 张无忌救下的不只是杨潇等高手 后面还解救了名教所有人 保住了名教的百年基业 倘若没有张无忌的出现 那么名教就会毁于一旦 而杨潇也成为了千古罪人 因为他没有管理好名教 还让名教陷入了危机 那么杨潇是没领见人了 所以张无忌救了名教 还保住了杨潇的颜面 也就甘心让他当教主 第三个原因是张无忌练了乾坤大挪移 杨潇很清楚 只有教主才能练乾坤大挪移 他知道张无忌练了 甚至达到比自己高得多的境界 杨潇不是小气的人 既然张无忌练了乾坤大挪移 还具备那么强的实力 这对名教是好事 所以他乐意让张无忌当教主 你认为杨潇为何甘心 让张无忌当教主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欢迎订阅 ",打电 Yaarmu